Hello 大家好 我是飘雪 今天准备给大家做一个那个茄子宝 茄子啊 放在里面也不懂怎么吃 我觉得还是做那个茄子宝挺好吃的 准备做一个咸鱼茄子宝 那咸鱼啊就是老外超市里面买的那种的咸鱼 一片一片的那种咸鱼 稍微洗一下 因为它有点咸 稍微洗一下 然后给它不要切 用手给它撕成一条一条的就可以了 然后调料呢主要就是蒜 辣椒 生姜片切几片 切两三片就可以 先这样吧 反正到底具体怎么操作 到时候一会儿我跟大家解释一下 我跟大家就是解释一下 我用的什么调料 用的什么味道怎么煮 很下饭 我很爱吃 茄子就是茄子也是我的最爱 一个豆子一个茄子都是我的最爱 所以我很爱吃茄子 怎么做我都爱吃 现在先看一下我们怎么做 这食材都准备好了 食材就是生姜 辣椒干 然后蒜 然后这是咸鱼 咸鱼我刚才已经用手撕了 就撕着一条一条的 稍微洗一下 它很咸 然后这茄子了 我说炸了 这事は咸鱼 现在是唾酱油 大蒜 均匀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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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咸鱼本身是咸的 所以这道菜就尽量不要放盐了 加一点蚝油 加一点酱油 然后加点糖 加点鸡精 这样就可以了 就够咸了 而且这道菜老人家也可以吃 小孩也可以吃 它比较暖 因为茄子煮的 这样煮出来茄子已经很烂了 所以很适合老人跟小孩的口味 而且很下饭 那来配饭超级好吃 我是很爱吃这道菜 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 可以跟我在评论区留言大家 如果你们喜欢吃的话 也可以去尝试着做着吃 够签也够一点 现在要换这个饱 大概5-10分钟就OK了 盖上盖子 倒入它 把菌 directly倒入 匂簾 Producerrium 薄朵 Yang 芝士 可以用鸡蛋 拿过来就没倒 到底没倒 放入鸡蛋 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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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放在我腦 放在我腦 油油的不好 那要示范的辣椒 没辣椒的 这个视频呢也是因为GoPro拍的 GoPro儿子给我装了一个那个麦克风嘛 然后我不太会用麦克风没打开 所以这个视频也是没声音 我现在就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 就是现在这个我们这个鱼呢是咸鱼 之前埋了鱼 然后腌了腌了放在冰箱里 吃的时候呢放上一点那个生粉 稍微给它粘一下 就是酸面都给它粘一下 然后下油锅炸 炸出来呢它一只一只的都很好 就不会粘在一起 然后一只一只都很漂亮 炸的可以你喜欢 我喜欢吃炸的酥一点 就是炸的干一点 连骨头都吃掉了 就是中间的一根骨头吃不了 其他的旁边的小骨头我都吃掉了 鱼刺稍微吃一点可以补钙 适当的吃点没有坏处的 因为刚开始用这个麦克风 不会用嘛 然后这几两天的视频 可能就经常有这种啥巴视频 所以我就只能用口解释一下 网上粘粉炸出来一头是一条的更好看 可以了 多炸几只 多炸几只今晚又够吃了 晚下又不用煮了 所以中午煮一餐 晚下吃剩菜就好了 吃完吃完吃不完就到了 这么一大锅 这个饱有点大